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 美国的国会议员是 真的是脑袋有问题 为什么说美国国会议员 脑袋有问题 他说要上告世贸组织 对 还说要撤 撤回派驻在沙烏地亚拉伯的 三千美军 不撤吗 没有 第一个上告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的仲裁法庭 一下是被美国人搞贪犯 就贪在那个地方 因为美国就是不派 因为现在是轮到美国要派法官 美国就是不派法官 所以他那个仲裁法庭的法官 就凑不起 所以他没办法处理任何仲裁案 那你美国的议员说我要去告 那你自己把那个仲裁法庭 贪在那个地方 那你怎么去告 你找谁告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也告不成 因为你美国一告的时候 你美国那学骗般轮来 因为你每天在制裁人 制裁人 制裁人 都被告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三千你刚刚讲的三千美军 那就走啊 是美国需要沙特阿拉伯 还是沙特需要美国 美国有三个基地 是绝对不能走的 一个基地之一 就是一个是土耳其 你看土耳其 每天甩美国人的脸巴子的时候 美国要赖的不走 另外一个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 美国如果的基地撤离 美国人大概就是想法老 再最后讲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一次OPEC Plus 他们会调那个减产 其实是在抗美元 因为美元涨得太凶了 我觉得美元这样涨 已经对他们都不利了 我个人的估算 他们是在抗美元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美国要做一件事 他必须要去说服 这些产油国家的组织说 你们我们油价应该是多少 才是合理 也就是说目前通货膨胀在哪里 经济会怎么衰退 然后所以需求量会减少 那在这个减少的情形下 我们如果这样通膨的时候 你们油价卖在哪里是合理 那你卖给我美国 可以卖高一点 你卖给欧洲的国家 可以卖低一点 然后你卖给 我觉得这些部分里面 你美国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 你就诚心诚意地坐下来谈 可是我不认为 美国是想解决问题 坦白讲他们不会真的减产 200万桶一天 是因为有一些 他可能有比较多的剩余 有一些可能已经满了 那是因为他一定有一些订单 有人估计说可能初期 每天大概只减95万桶 95万 每天 那当然美国他现在有说 说11月他要丢出1000万桶这样 不过1000万桶也没什么用 那是一个月 那几天如果真的减产200万桶 一下就被抵掉 五天就用完了 一下就被抵掉了 所以 这个动作我觉得 外界倒不会去计算 能源的涨幅 因为接下来的变数 就是伊朗跟委内瑞拉 搞不好委内瑞拉美国就让了 那国际上又增加了一些供应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是不是表示 沙地阿拉伯在挺俄罗斯 所以大家比较在意的可能是地缘政治 是不是开始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指标 那说能源会不会走到极端呢 然后美国就死不放这个委内瑞拉的邮禁 国际市场我认为不可能 我认为美国一定会让 因为他要选举 而且这个时候 老板说最近出了两件事对拜登的民调都非常不利的 就是一个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风灾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突然之间你支持俄罗斯 给我这个减产你是要干嘛 那当然还包括那个突然之间核战变得非常的高亢 核战边缘 这三个因素对拜登都非常普遍 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我记得是华尔街日报吧 就是美国有一个选举的战略叫Karl Rolfe 这个人是共和党的 然后他专门在算每一周的那个当选的几率 那本来参议院 因为参议院要改选35席 那里面那个民主党的选区上只有14席 共和党的是21席 可是他去算了一下民主党那14席里面也有3席 就是属于那个摇摆州 所以他说这个一没有算好 那不然民主党可能会变成49比51 他说目前的氛围 本来大家都认为大概是打拼 50比50 可是因为那三个州真的太接近了 所以你如果这三个因素你没有处理好 比如说风灾的后续 然后油价又突然爆增 那导致些微票数落选 那基本上他做一个结论 他认为民主党会两个人都输 所以我认为 不过这个文章他昨天就发表了 所以我认为民主党一定会非常在意 所以我认为委内瑞拉一定让 不然没有办法 不然的话真的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因为这个期货会先涨 所以你一定要用委内瑞拉的消息面 来先跟他对冲 不然你怎么办 对啊 这个拜登现在是爽 没几天 没几天 十月八号就要选 十月八号就要投票的 不是吗 还没几天 对 好 而且那现在偏偏 介大使连非洲石油生产者组织 都来支持OPEC Plus 还说决定削减这个石油的产量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公民的利益 这是不是也是代表着许多非洲国家对于美国不认同的一个态度呢 不是 因为美国的石油业者也赞成涨价 全世界石油业者都希望涨价 美国拜登不是已经公开说美国这些石油业者贪婪 这些石油这些相关业者 这个怎么讲赚取不易之财 而且美国也在那边上下稿 对不对 你本来东西我卖东西我就希望越卖越贵越好 只是美国过去用他的这种政治军事 这个美元的这种优势 它是可以操控油原的价格的 石油的价格的 对 拜登还亲自跑一趟 沙特地说好吧给你个面子50万桶减产 可是问题现在看好现在是全球经济衰退 衰退的情况之下需求减少 你生产那么多 是不符合任何公司经营的基本原则 所以沙特地阿拉伯跟俄罗斯 再加上其他非洲石油业者 再加上美国石油 我想大家基本上心里都很高兴 基本上要赚钱 所以拜登事实上的话 你平常的话要不然你就要真有实力 你压得住 那要不然的话你就摸摸鼻子 要不然你就出兵吧 你去修理几个阿拉伯国家 马上你讲什么人家要听什么 那你现在又做不到这些东西 那另外一方面最近沙特地阿拉伯王储 沙特地阿拉伯被他的父亲 又任命为总理 这个是往接班的道路上又加快一步 那上一次两个月前拜登到沙特地阿拉伯 见到的那个沙特地阿拉伯国 事实上已经非常老迈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沙特地阿拉伯 可能这个接班的问题是很敏感的 那既然美国不可信的话 那就跟俄罗斯合作嘛 海黄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粘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